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第44课 韩国的文化遗产 第一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佛教和儒教相关的文化遗产 在韩国都有哪些 Burgel 佛教 儒教 儒教 这些单词我们都要认识的 印考的小伙伴们要记住的 在朝鲜王朝以前 佛教Burgel它是占主导地位的 朝鲜王朝开始后 儒教 儒教就开始发扬光大了 还要记住的是 韩国的三国时代是佛教的鼎盛时期 它不仅是一种教派 而且对学问 音乐 工艺 建筑等 多方面的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佛教相关的文化遗产 就有塔 寺庙 佛像等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儒教 儒教的文化发展是怎样的 朝鲜时代是以儒教为中心的 特别是在治理国家和社会秩序 礼仪这方面都展现了儒教的思想 生活中大家都要遵从Yerba 就是礼法的意思 儒教思想里的三缸五轮和婚丧嫁娶 非常的重要 这些思想和理念一直影响到现在的韩国人 我在韩国生活最能感受到的就是 韩国的祭祀和葬礼 我丈夫的同事长辈去世了 然后他就从首尔开车要开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到大丘 还要准备好葬礼时候穿的衣服裤子鞋子 跪拜仪式也就几分钟 然后聚在一起吃个饭 前后不过一个小时 然后就马不停蹄的开回首尔 又要花上三到四个小时的车程 一般参加葬礼都是在晚上下班以后 就是七八点以后这样赶过去的 第二天还要准时上班 我问老公 你就这样给钱不可以吗 他回答我说 在韩国葬礼比婚礼更重要 讲到祭祀更是不得了 每逢中秋节年末和过春节 祭祀的项目是家家户户必做的 桌上摆满的祭品 家里的妈妈从早忙到晚 就是为了准备这个祭祀活动 这些是我所看到的儒教文化 对韩国的影响 接着看一下 韩国的科学技术有没有文化遗产呢 前面几课我们也提到过的 三国时代有个非常有名的 占星台 我们可以看一下图片 它的主要作用是为了观察气象 然后是为了农耕 这里这个单词 参参的占星台我们要了解的 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的是 在高丽时代为了印刷佛经 而制作了木板印刷 它的名字叫八万大藏金板 如果有选择题问我们 这个它是用于农作物印刷书籍 还是用于佛经 还是用于等等 那我们要选择它是用于印刷佛经的 第三个我们要知道的 有个人 他的名字叫 高丽时代的人 他制作了用火药的武器 刚才讲的是三国时期的科学技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朝鲜时代有哪些 提到朝鲜时代的科学 我们一定要想到的就是 世宗大王 那个时期 他运用了日规 日规是什么呢 就是按照太阳的影子来看时间的 就像我们现在的时钟 单词是 或者说成 就是太阳 就是钟表 他还运用了字明露糊 也可以说成水钟 水钟就是利用水滴来计算时间 韩语单词 茶凉鲁 也可以说成 水钟 还运用了 浑天仪 韩语单词叫 浑天仪 看到这里 大家别笑 浑天仪那肯定是 中国的脏痕发明的 所以这本书上 仅仅说是运用 没有讲发明 这里提到发明两个字 是一个测语器 韩语单词叫 除了以上这些 朝鲜时代 运用和发明的 一些科学物品以外 在朝鲜末期 运用东西方技术 建造了水源滑城 当时运用了 就是起重机 吊车 以上这些都要了解 掌握一下 今天这一课 我们可以说明一下 韩国的佛教是什么时代 儒教是什么时代 他们各自有哪些文化遗产 佛教有塔 寺 庙 儒教的文化遗产 三缸五轮 还有我们可以说明 韩国有哪些科学技术的文化遗产 例如他们发明了测语器 还有水源滑城 还运用了日归 水宗和浑天仪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主要内容整理的题目 第一题 三国时期的什么 不仅影响了宗教 还影响了科学 手工艺 音乐 建筑等多方面的文化 同时还建造了许多宝塔 寺庙 佛像等 那括号里 我们肯定是要填 不如狗 佛教 第二题 什么思想教导了人民应该 忠于国家 尊重父母和长辈 要遵循三缸五轮 括号里 我们要填上 于狗 儒教 历史页上的第一题 在统一新罗和高丽时代 木板印刷是通过在木头上刻字 并在纸上印出来的 新罗的静光大罗尼金 和高丽的什么 是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 括号里 我们填上 Paramang Dezang Giang Pan 八万大藏金板 刚才提到的某什么泥金 我们不用去记 书上也没有具体提到 这个八万大藏金板 是一个印刷板来的 它是用于印刷佛经 这个是比较重要 第三题 在朝鲜时代 谁的时期 建立了很多 日轨 水宗 测语器等科学机构 括号里 我们填上 世宗 世宗 就是世宗大王 韩币一万元上面的人物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下一刻开始 我们将了解韩国的地理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 拜拜